神医广告咱们见得多了 很难有人再相信了 不过那两天我看了一条 还由不得我不信 因为那可说了 我出卖了祖宗 违背了祖训 谁能轻易这么做呀 那我们就信了呗 结果这一信就发现 怎么全都是出卖祖宗的呀 经过深思熟虑后 我做出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我最后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把祖传的和传老方 单身定传 无偿贡献给国家 我翻来覆去的思想斗争了一个月 最后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最后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听一个大夫这么说 那是感动 可听这么多人一起说 怎么就觉得这么假呢 只要是失眠 不管您多少年 到哪一种程度 吃我的这个助眠晚餐 三五十来天就不再失眠了 在这条广告里 刘宏斌祖传治疗失眠 其他广告里 他一转脸又成了祖传治疗糖尿病 不光如此 他一会儿是苗医传人 一会儿又成了猛医后人 后来一查 这人不是医生 而是群众演员 当然也不是说 这些所有广告里的神医 都是有难 也有货真价实的医生 你们不要错过了 真正治好可转病的机会 把张药师定转方 给我用足三十天 广告里的这个人叫张文荣 平时在固定医院出诊 还是一家中医医院的名誉院长 他也经常出现在各种广告里 说自己能治各种病 还都是祖传的手艺 编导要说这药了 你就得按照他这个条说 他为什么选我去呢 就因为我们是老中医 是全科 张文荣这些视频片段 被剪辑曝光以后 聘请他当名誉院长的医院 马上发了个声明 强调张文荣所有宣传的广告信息 与医院无关 同时免去张文荣名誉院长职务 那他处理就处理吧 是吧 那我医生我到哪还能上班 让张文荣大夫这么有恃无恐的 就是他取得了国家认可的刑医资格 可这合法的身份 不能作为他拍摄虚假广告的保护惨 这些广告已经曝光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与监督司 目前正在联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进行调查 神医现在拿出卖祖宗当个招牌 实际上我们国家很多中医的名药 它也确实是这种家传秘方 后来也确实是违背了祖训 把药方奉献出来 新中国成绩之后 确实民间有很多民意把家的祖传秘方 封献给国家 但是并不是像广告传言这么多 那么经典的方法其实大家都很熟悉 比如说六申兰 安公牛荒丸 保元丹等等 其中云南白药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药物了 另外一个国家绝密的配方是片仔黄 在明嘉靖年间有一个宫廷御医 布满当时朝天黑暗 于是携带片仔黄这个宫廷秘方 逃出了皇宫 跑到了张州之后 这方子逐渐传言于后世 传到盐猴之后 开了一个小的茶馆 同时售卖这个药材 黄盐猴之后 身体可以说是每况愈下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打破传统的传男不传女的度规 把这个方子传给他的爱人李珠 那么李珠之后 又把这个方子奉献国家 也就是咱们今天的片仔黄 帮助了很多的患者 真正为患者考虑的好大夫 真的好要 人家无意不是奉献了自己的秘方 可人家从来不拿这个当噱头 往往是这些假的坏的 老拿这些当说辞 你现在打着祖宗的旗号 干的这些事 恰恰你们才是最对不起祖宗的人 好